我們就嘗試取船灣的船字為名 做一隻船型的彈簧板 希望可以有一個護上帆舟的感覺 而它總彈簧板的面積大約是1100平方米 大約是一個標準泳池的大小 佔了整個船灣淡水戶的面積大約是萬份之一左右 設計功率是100個千瓦 預期每年發電大約是12萬度電 12萬度電等於甚麼呢 等於大約是36戶家電一年的耗電量 又或者是減排大約84公噸 我們選擇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會考慮一下 一些水塘附近有沒有一些會發電 會用電的水務設施 然後我就會看看這些水務設施 它能否用一個比較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 去接收我們這個彈簧板發電系統 所發出來的電 譬如說我們盡量上排除 就是可能要在周邊建一些配電斬 又或者想避免鋪設一些電纜等等 它亦都可以減少到過多的陽光 直射到水塘底 從而抑制了那個棗類的生長 減少了它對水質的影響 在周邊建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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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來會有所謂的